她就是我此生唯一挚爱的女人 儿子想请求 娶她为正妻 这不过就是一场交易 我娶你们 就是为了推脱与宋家的婚事 从今日起 你只需听从我的安排 接受训统 我相信 你日后定可以成为 我们李家的当家主 你们礼服合起来骗我 两次只能处我重庆为弃 你还好吧 你不必怕他 我对人 不用迷惑 我现在嫁给你 我用仪式的姻缘 输了一句谎言 我又想了 想不想跟我结盲 一起扳倒你骗子 那好吧 一起返凶 一言为定 看李虎少妇人生平一世 第一名一小夜夜 是她 快同我一起画 下一本一定更精彩 好 走嘞 这是怎么回事 关系先 让我一一变真伪 再给你一次机会 不然都会 不然怎么样 你费尽心思 把我弄回府 你是不是就想折磨我 熊熊若 你是不是想害死我 我害你干什么呀 现在这个东西 全程禁止 万一让宁兴误会了怎么办 我勤勤看看这么多年 就是为了名正言顺的把她取回家 没我这画本 你也取不了宁兴姐姐 为什么 你忘了 宁兴姐姐之前发过誓的 如果她不当上武魁 她就不成情 我叶志涵在此立世 定会助你夺得武魁 那 之后呢 若是有人向你求情 自然也是件好事 你回去吧 你比所有三岁以内的小孩 都要聪明 真的 李静耀有什么意思 我不管你在小时 给我一个机会 我会让你爱上我 李静耀 我有一件天大的事情 要问问你我的终身大事 想问就问吧 你 我 你二侄子喜欢什么样的女子啊 我二侄子 你喜欢我二侄子 那你找她去吧 以后别来找我了 只差那最后一句 为什么就是说不出口 我跟你的关系 不够是一纸契约而已 只要能够嫁给表哥 若儿什么都不在乎 我这辈子 只会有熊熙若一个女人 谢谢你 这样也挺好 再见啊 熊熙若 儒儿姑娘可还好 哭得如此花蕁细丝 实在是叫人兴档 快 怎么不长眼睛啊 清儿 我就是喜欢上你了 我宋庆此生 非你不嫁 这十多年来 我一直在等你啊 明显姑娘 你愿意嫁给我吧 嗯 希望 我再也不想跟你分开啊 好好待她 她已经离不开我了 好好待她 就是我日后的娘死人 我看你 谁还敢对她不敬 我看你 谁还敢对她不敬 我看你 谁还敢对她不敬 我看你 别哄别哄